講起來就叫技術 那技術沒有分成finite的技術 就是有線的技術跟影片的技術 無線技術 當然啦 finite是因為實際的必要 為什麼 因為就算說電腦也好 就算說我們能來算的話 你也不可能真的算到無線 你能夠算個十項、八項、一百項 就很了不起了 電腦當然可以算更多 算了一萬項、兩萬項 大概都沒問題 但是太多項 坦白講也沒有太大意義 因為到後面的時候 誤差都已經生了很小很小的值 除非它是發散 發散就不用說了 所以我們不管有finite的技術 也有immedi的技術 但是不管是finite也好 immedi也好 我們這個級數 我們比較 對我們比較有用的 一定是收斂的級數 就是所謂的convert的級數 那級數有分子convert跟diverge 那convert就叫做收斂 diverge也叫做發散 那收斂意思就是說 我這級數加進電腦 加到之後會到一個定值 這個定值是finite的 這定值譬如說 一百萬也好、一千萬也好 收斂十也好、二十也好 Anyway就是一個finite的數目 那所謂的immedi的話就是 它加到最後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到最後是無限大的 這個就叫diverge 那因此呢 我們在判斷一個siris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判斷它到底是convert還是diverge 我們有七、八種判斷的方法 我們從91到96就是教這些 這個七、八種的一個判斷的方法 我們是 我會一個一個跟同學講 好 那個 至於說這個sequence 也就是說這個數列 它有很多數字 它就是一串數字嘛對不對 一串數字 那這個一串數字呢 其實也要考慮它 它到底有沒有一個極限值 有沒有極限值 有些數列是一直到後面就是變得無限大的 像譬如說 二十一磅、二十二磅、二十三磅 到最後就二十五線大了 不是 不一定要二十五線大磅 是二十來多次磅之後呢 那數字就會變得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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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最後 如果是immedi的話 大概就 最後還是會變成immedi 那當然 如果說我這個數列是 互等 那當然它就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小到最後變成0 但是同學要知道 就算說你這個數列小到變成0 但是極速馬來一把加起來 還不見得真的會有限的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講一下 1分之1加2分之1加3分之1加4分之1加5分之1加6分之1加5千大分之1 同學當然已經學過了 這兩個系的同學大概是沒有問題 這三個系的同學大概沒有問題 這個叫什麼 叫做harmonic series 叫做協波集數 這harmonic series加起來是多少 5千大分之1 4代分之1 4代分之1 當然為什麼代分之1 我們等一下會 應該不是等一下 可能在1、2次之後 代分之1 代分之1 就是用p series 應該是下禮拜就會加到 那接下來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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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之1 加到5千大分之1 4分之1 但是1比2分之1加2分之1加3分之1就是會所謂 好 當然啊 你問我說為什麼 我大概只能問到 你用那個計劃 這個定理來跟同學解釋 或者的話我也不知道 我也無法加給你看 因為你定義的東西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或許同學有興趣的話 去用電腦去加加看 或許他會告訴你 會加到什麼樣的一個詞 好的 我們說 什麼叫做 sequence 的極限 它的定義請同學看一下 請同學開585年 AN是一個sequence 就是所謂的速列 當我的AN區區無窮大的時候 就是我剛才講的 最最最大的一項 也不是最大的 最遠的那一項 最極限的那一項 這個就是我們速列的極限 我們速列的極限 那我們速列極限呢 它可能 可以到一個定主 可能 會零 也可能 被無限大 當然也有可能 不得了 那個 它有這幾種可能 反正因為 我們當然啊 希望它會是一個 有限值的 那如果它是零也好 有限值也好 我們就稱它為 它是一個convert convert 那如果說 它不存在 它的極限不存在 極限不存在 有兩種狀況 第一種就是無限大 政府無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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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度不存在 還有一種 就是它的極限 沒辦法變成一個定值 一個定值 因為根據定義 是要一個定值 它有的時候不會一個定值 同學應該也記得一個例子吧 同學應該也記得一個例子 這個值 這個值 到底它最後會去定值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 這兩個當然是差不多啦 本質差不多啦 這兩個 我們知道3N其實最大是多少 1 最小是福音 所以不會超過這個範圍 既然不會超過這個範圍 我們當然就不用考慮 它會這個無限大 這種狀況 不用考慮它無限大 這種狀況 但是咧 這兩個 到底是 到較比較熟練 它只有在增過1 其實它也比較熟練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知道 它接近0 也就是它 這個接近無限大的時候 它到底是1 還是負1 還是0 沒有人知道 反正它一定是在正負1 中間一直跳 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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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只有受量到多少 沒有人知道 還有 減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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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這個已經是極速了 對不起 這個才是數量 這已經極速 請問 這個極速 是受量的 華三 當然可以知道 它不是0 就是1 不是0就是1 絕對只有這兩種 所以呢 它也沒辦法收量到一個地值 所以它也叫華三 它也叫華三 雖然它真正的值 說實在最大就是1而已 最小就是負1而已 它最大就是1 最小就是0 而且還不是1就是0 你還很明確的知道它不是1就是0 但是呢 就是因為你也不知道它1還是0 所以它就叫華三 當然啊 更多的華三是因為無限大 我先知道一下 另外 一般來講 我們Sequence呢 我們如果說 N七七五重大的時候呢 它 可以吸進到一個定值 那我們就稱它叫做熟練 那我們當然主要的目的 並不是由這邊來看看受鏈來華三 因為我們受鏈華三是極速比較重要 速鏈沒有那麼重要 只是說 沒有教你怎麼判斷 好 同學還記得一個公式吧 這個公式應該前面已經看過 定理九十一那邊看過了 就是 所謂的 應該是前面 更前面就看過了 就是1加n分之1的n次方 假設我的an 是1加n分之1的n次方 那 我的 好我想這個 我記得我們以前 前面的時候應該就已經 知道這樣的一個性質 這個大家有說定理五至十五 因為這個我以前就教過了 所以同學大概知道 它的一個極限是什麼 這個極限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dispolential 這是一個dispolential 這是很特殊的 很特殊的一個值 我想這個因為是以前前面的地方 所以我大概就不再講 只是說像有一些熱術的同學 可能要去記一下 好另外請回看586頁 這個極限它有幾個運算 這個運算呢 一般跟我們的四者運算差不多 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 這個極限呢 我們比如說 an的極限是l bn的極限是k的話 那麼an跟bn先加減之後再求極限 還是極限之後再加減 極限之後再加減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所以呢 它是l加減k 如果存在一個常數也是一樣 兩個相乘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相乘之後再求極限 還是個別極限之後再相乘 它得到的結果都會是一樣 相處也是一樣 大家所說不能等於0 當然啦為什麼它要有這個定義 同學應該很清楚 因為我們在做運算的過程之中 你的 函數你的 那個siris也好 它呢一定都會有加減成熟的四者運算 一定會有加減成熟的四者運算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極限呢 它的加減成熟 是沒有限後關係 事實上我們的很多的線性的運算 像譬如說積溫 譬如說未婚 我兩個函數 兩個函數 我去求積溫 我可以先加起來再積溫 也可以分別積溫之後再加起來 每婚也是一樣 此時我們的樹列也是一樣 我們求極限的時候 我可以加減之後再極限 或是個別極限之後再加減 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主要目的是說 讓你們也知道說 那我們以後在計算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不需要那麼拘泥說 會不會每一款什麼定理啊 什麼 不會 四者運算 同學就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好 這些部分當然 就是說讓你們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什麼叫做樹列 什麼叫樹列 那當然啊 樹列 有 它的極限值 請都可以看588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 觀念上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不花太多時間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 我需要花時間去講解 好 請都可以看一下 一個Sequence AN 所以Sequence叫做樹列 先聽了好幾遍 N7菌與0的時候 N7菌無雄大 如果它的絕對值AN 是等於0的話 那麼 它的N7菌無雄大的AN 當然會等於0 這個當然就是說 同學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其實應該也是還好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 絕對值跟沒有絕對值 畢竟還是有差一點點 還是有差一點點 但是不會差太多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跟極數不一樣 極數是每一項都加起來 那有絕對值跟沒有絕對值是有差的 因為 有絕對值的話是每一個都是正的 每一個都是正的 沒有絕對值的話 有的可能是一陣一戶 一陣一戶 一陣一戶 一陣一戶跟每個都是正的 到加起來的結果不會一樣 結果當然不會一樣 我是說 發散跟收斂 可能就是一個是收斂 一個是發散 我們 今天講不到 下禮拜就已經講到了 所以就一個會收斂 一個會發散 一個會收斂 一個會發散 都有可能 我們不管這個 我們日浪圖略了解一下 這種情況 好 那我們再介紹 590頁 volatonic sequence 什麼叫volatonic 單向的 單向是什麼 就有點像我們所謂的單型道理一樣 我們所謂的單型道理像 就是單向 它不是一直上升 就一直下降 它可能是一直上升的滿足 一直下降的數量 當然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大概同學大概就會知道了 其實還蠻多了 都是這樣子的 好 那我們就是說 2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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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定是一直 一直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好 所以它是見真的函數 見真的函數 那我給它一個步 之後它就會變見減函數 就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當然不只這個 我只是隨便舉個例子 那事實上有很多 很多的函數是見真的函數 也有很多的函數是見減函數 當然 你有更多的函數 有可能是 某一段是真 某一段是減 這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要讓同學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會有這樣的函數 因為我們未來在判斷 判斷 這個 一些相關的性質的時候 可能會用到 會用到 好 那什麼叫當地的 的Sequence 就是說 這個Sequence 這個 這個 數量 它會有一個極限 有一個極限值 意思就是它不會超越那個值 它不會超越那個值 它不會超越那個值 那像譬如說 它最大 就是類似說 漸進線一樣 漸進線一樣 它就是 它就是 就是 指會到這邊 有沒有知道哪一處 有 有 絕對有 那這樣的一個 數量呢 就是要邦尼的數量 那至少 這邦尼的數量 我們知道 它不會一直 變大 越來越大 至少它會有一個極限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邦尼的數量 變成極數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會發散 還是有可能會發散 像譬如說 我剛才講 1分之1加2分之1加3分之1加4分之1加5分之1 難道它最後是去捏定哪裡 還是去捏定 對不對 到5分之1的時候就是0 可是它加起來 確實發散 確實發散 所以沒有說邦尼的人一定不發散 沒有人告訴你這樣 只不過就是說 至少我的C分之的時候 我不加起來說我是收斂的 我是有限的 是有限的 當然這個在我們電學裡面 電子學 或是這個電路學裡面 大概都會一樣會有這種觀念 什麼觀念呢 就是說我們的一個訊號 我們它會是一個無限的 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Stable的 是穩定的 它的訊號是穩定的 它的Output response是穩定的 所以它就會有這些 所謂的Bunded的那個 Output Bunded的Sequence 所以是會有這樣的一些觀念 好我想因為這個Sequence觀念 我們不是我們第九章的重點 只是給各位一個觀念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很快的 很快的看過去 那這個部分 你們可以了解就好了 下禮拜也不會考這個 也不會考這個 第九之一就不考 那我先 好 那我還是按照我的習慣部分看 如果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下課休息五分鐘 我們再繼續好不好 停掉就好 停掉就好 停掉就好